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根据Shanks的消息,肯巴沃克,应该会在活塞训练营,开启前离队。 目前,活塞大名单已经满园了,需要裁掉货交易,走一名球员。 活塞正在等沃克的团队,等他们被沃克找到下家,然后,再达成买断协议。 这已经是沃克连续两年被买断了,去年,沃克被吕军交易到雷霆,然后,马上被买断。 买断的时候,沃克的合同,还剩下两年,7400万,买断中,沃克放弃了2000万,买断后,沃克就以两年1790万,签约尼克斯。 今年夏天,沃克在一币三方交易中,被尼克斯送到活塞,同样的结局,又马上要被买断了,目前,沃克身上的合同,是一年916万。 这两年,沃克单靠买断,都要发家支付了。 雷霆买断的时候,支付了5400万,不分析。也不知道这次活塞买断,需要支付多少,终归不会低于800万吧,两年至少白赚6200万。 纵辈买断虽然不好听,但是,有钱收,也不算什么坏事。 昨天,工会主席提前续约,也才两年6400万,你看看沃克,这不也两年6000多万? 但连续两年被买断两次,基本也就宣告,沃克,已经不再是NBA主流球员了吧。 其实上赛季,沃克在尼克斯,还有过单场44分球版巴珠的表现,但尼克斯,就是不喜欢他,因为防守实在不好,所以球队一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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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